今天如果有一种事情 这家银行放的一堆草票告诉你 你一张一张去拿 拿一张都是你的 拿两张也是你的 你一定不休息 从早到晚的时候 一张一张去拿 为什么 你知道那个好处吗 但是佛号的好处高过那个万倍都不止 你为什么不肯干 拿那个假草票给你 你就那么喜欢 你分描必真 那唯恐露掉了一张 用这种心来念佛 你决定上平上身 隋唐时代 那是中国佛法黄金时代 十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 佛法在中国 甚至一世 大佛法是唐太宗 唐太宗这个人开明 信念广大 能包容一切 基督教那个时候传来的 回教也是那时候传来的 唐太宗通通包容 平等对待 我们在北京看到清真寺 上面吃尽 这是国家皇上下命令 建议 佛教的寺院吃尽 清真寺也吃尽 用平等心看一切宗求 这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那个时候的学者 应该是佛门学者 大家在一起 研究讨论 释迦牟尼佛 49年讲的一切剑 哪一步进 最重要 最圆满 能够代表 世尊49年所说的 最后讨论的结果 大家肯定 滑眼前 趁滑眼 为世家的根本法轮 一切金 都是从华言流出来的 好像众说 华言是根本 世尊所说一切金 是枝叶华谷 都离不开这个根本 这个根本就包容 一切了 方栋梅先生 把华言经看作 大乘佛法 该论 这里都所设的 一礼 各个宗派东西 都有 全都包含了 承认这部剑 是代表佛教的 一切金 一切金 借师 华言眷属 华言的职业 可是华言间到最后 温书破写 帅林 华章海会 四十亿位发生大死 求生 减土 善财同子 无是三残 最后 普贤菩萨 舍大愿望 道归结落 这把无量寿经 抬出来了 一切金 金教归华言 华言最后归净土 这是四十 那经上确实是这么说的 那么这就肯定了 无量寿经是第一经 无量寿经 在这个本子 有四十八品 哪一品是第一 得继续找啊 当然 是第六品 四十八云 极乐世界 是四十八云造成的 离开四十八云 就没有极乐世界 那四十八院 这四十八条 哪一个院最重要 继续不断追到底 特别是日本人喜欢 研究这个问题 那研究最后的 第十八云 十八院是什么 神念必胜 就是念佛名号 所以 把念 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佛号 作为是 四十八院里头的第一 第一 无量寿经 归这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 我们看到经上说的 摄佛三十 一切诸佛如来 赞叹阿弥陀佛 叫佛中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个什么意思 摄佛三十 一切诸佛的法 都归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用这一句名号 取而代之 名号 功德不可思 这几个人晓得 这个名号代表 释迦牟尼佛全部佛法 代表摄佛三十 一切诸佛的佛法 神神发造 就这一句名号 没人认识 如果真有人认识 你一定会分秒必证 分分秒秒都是阿弥陀佛 决定不能让它空固 那为什么 这个名号功德不可 太大太大 无法想象 你在世出世间 做什么好事 都不如念这句佛号 知难行义 知难行义 这是张家老师教过的 心容易啊 知太难了 你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 可不是容易死心 我们这一生搞了六十多年 才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你说多难 行容易 念念不离阿弥陀佛 万元放下了 万元放下了 真放下了 身心世界 一尘不染了 心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活在这个世界 就是念佛 全人念佛 自己不念佛 怎么会全人念佛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知道这句佛号 功德 利益 念佛 功夫不得力 就是对于这句佛号 功德了解不够透彻 今天如果有一段 有一段事情 这家银行放的一堆草表 告诉你 你一张一张去拿 拿一张都是你的 拿两张也是你的 你一定不休息 从早到晚的时候 一张一张就拿 为什么呢 你知道那个好处吗 但是佛号的好处 高过那个万倍都不止 你为什么不肯干 拿了个假钞票给你 你就那么喜欢 你分秒必争 那唯恐少露掉了一张 用这种心来念佛 你决定上平上顺 我说的话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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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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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 阿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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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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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阿 阿阿阿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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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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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好